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氧化素跟氧化还原 氧化素的话是 在氧化还原反应里面要计算电子得失 所订定的电荷素 这个电荷素的话有两种意义 如果是氧化物的话 它的实际的电荷素就定为氧化素 氧化物的话我们知道是有电子转移 那氧化物的话有氧氧氧带正电 它的氧化素就是 如果说钠氧氧氧氧化素就是正一 那如果氧氧氧带负一 一个负一的电荷的话 我们就知道氧化素是负一 好 那我们看例子 好 这边举氧化钾 氧化钾的话 其实我们说这个是 活泼金属跟活泼非金属结合在一起的话 这边有一个电子转移 那钾的话实际上它是钾离子 所以这KF里面的钾的氧化素当然是正一 氧化钾的 那氧离子的话是负的电子 所以氧化素是负一 所以这个离子化的话 直接就看成它的电荷素 好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那第二个是 极性的共架键 哇 它基本上是共架键 但是它有极性 就是电子的共用不是非常平均的 那这时候在算氧化素的时候 把它视为离子键来处理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那个最喜欢讲的是氯化钾 氯化钾其实是共用电子队 但是我们氯的话 在周期表比较靠近右边 比较靠近右边的话 我们说它的电腹度 所以电腹度就是吸引这一对 共用电子队的能力比较强 那就这一对电子氯 氯原子使用的几率比较高 那几率比较高的话 我们就认为说电子归它 本来这一端应该是略带负电 这一端应该略带什么电 正电 就电子没有完全转移 电子 如果这对电子完全被氯原子所用的话 那就是离子键 但是我们说这是极性共架键 所以共用的并不是非常平均 好吧 那在这个氧化素的世界 我们说只要赢一点点 就是拉这对电子 只要氯赢一点点的话 那电子队就判给氯的 好 那我们知道氯本来是7A 有7个加电子 那现在共用完毕的话 用成它的是12345678 这8点电子都算氯的 那氢就是失去一个电子 所以这时候氢的氧化素就定位的话 正1 那氯就定位的话 负1 好吧 这边结论是将共用电子队 完全配给垫覆度较大的原子 好吧 那我们说氯的话 所以垫覆度较大 就是非金属性比较强了 基本上现在的话 只要知道在靠近周期表的右边 钝气除外 钝气很少化物 那原子的得失电子数 这得失电子数像 这个我们说用那个来分配嘛 用垫覆度较小来分配的 那得到电子的话 那当然就得一个的话 氧化素就是负1 得两个当然就是负2 因此类推 那原子失去电子的话 氧化素就是正值 那这时候定氧化素 氯化氢的氧化素 氢就是正1 氯就是什么 氯就是负1 OK 我们把这个结论写在这里 氢视为失去一个电子 氯化素就是正1 那氯视为获得一个电子 氧化素就是负1 我们这个红框框起来 电子对共用的都是算成氯的 那氯是氯的话 12345678 8点的话 那我们记住 氯是7A的 它有7个价电子 那最后变成8个 当然是获得一个电子 那氢是一个价电子 完全就归那个氯所有 所以氢的话 我们就看为它是正1 OK 这个也就是说把那个 急性公交键把它看成 类似离子键来处理就对 OK 好 那我们最后结论是周旗表 右上角的非金属垫覆度较大 垫覆度较大就是非金属性较强 那左下角的金属垫覆度较小 我们说这个金属性就是较大 OK 好 那么第三条规则 原素物质氧化素定为零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这是非极性共交键 氢跟氢的话是完全共用 完全共用 就是说这一对电子 左边的氢用50% 右边的氢也用50% 那两个电子用50% 各是一个电子 那氢本来就用一个价电子出来 共用嘛 那最后还是剩下一个电子 所以电子不得不失 好 那就是没有得到电子 没有自居电子 那么氧化素就定为零 好 这结论是电子对完全共用 非极性共架键的话 两个氢原子没有获得电子 也没有失去电子 所以氧化素就定为零 好 第二个例子 钠金属 我们知道金属键的话 是金属氧粒子进在电子 那价电子完全共用 那就是说没有一个钠是得到电子 或是失去电子 这在元素状态 所以决定主要是元素状态 不管是共架键离子键 通通都一样 它们氧化素都是什么 氧化素都定为零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题 判断下列化线元素 何者具有正二的氧化素 好 那像这种个别氧化素的话 我们就画它的结构式来讲解 好 像A选项 好 注意看这里 这个 CH3 CO2 注意看 我们框起来这个碳的话 因为氧是比较强的 所以这对电子的话 这对电子都全部都是氧的 这两对也都是氧的 那中间那个碳碳的话 是共用一个公价键 碳碳的话 这应该是非极性公价键 所以碳获得一个电子 那就算了半天 这碳只有左边这个电子是它的 其他电子都被氧拿走 那我们知道碳是几个的 OK 碳是4A的 4A的话 四个电子玩到剩一个 所以似乎失去三个电子 所以我们说氧化素正几 正三 好 这就把它极性公价键 视为离子键来处理 那这个也是一样 碳跟氢的话 碳的话是比氢靠近右边一点 所以这对电子是算碳的 所以它有两个 这边有两个 那中间的碳碳共用的话 那就是123456 好 中间这四就是共用两对电子 那跟这个碳这两个是非极性的 所以各用两个电子123456 六个的话比原来的4A的多几个电子 多两个 所以我们讲它是-2 氧化素是-2 OK 我们再来看西选项 西选项其实盯住 氧的话是最会抢电子的三个启动之一 浮氧氮是最厉害 所以这对电子 氤跟氧共用这对电子的话 我们就判给氧 那氤的话旁边剩123456 那六个价电子跟原来的七个价电子比的话 少一个电子 所以写正一 好 再看第一选项 硫跟氤的话 硫比较靠近右边 所以硫的话我们算负 氤就算正了 那硫的话12345678 八个都算硫的 那你知道硫的话是6A的 六个价电子 那现在变成八个 八个比六个多几个 多两个 所以它是-2 好 那再看一选项 中间这个碳的话 氧那两对电子当然都算氧的 那中间两个碳的话 各就是非极性工价电子 各用一个电子 那就中间的碳有两个电子在中间 那我们说它4A的 玩到剩两个 所以是正二 好 所以一选项是正二 好 所以我们选一 好 再看第一个类题 为了解氧化还原反应中 各物质得失电子的情形 化学家提出氧化素的概念 好 那现在问氧化素概念 何者正确 A的话两原子形成化学键值 对共用电子对相对性逆较大的氧化素为负 就是说你会吸到电子的话 应该是负才对 因为它 它视为离子键 它是获得电子 电子是代负电 好 那B选项 所有物质中原子的氧化素 及其所带的实际电荷 好 听到这里 我们说如果是 离子键的话 这句话成意 但是如果是共架键的话 我们只是把它看成那个电荷而已 所以那个不是实际的电荷 实际选项 磁铁矿的化学质是F3O4 其中三个原子氧化素皆相同 听到这里 我们说得到电子 失去电子 应该是整数个嘛 好 那你电子 每一个原子的话 失去的电子应该整数个 但你现在算出来是分数嘛 因为 好 那这个就是它的化学式的话是这样子 其实它可以看成那个FEO跟FEO F1 好 就这两个的组合 那前面这个氧的氧化素是 铁的氧化素是 正二 后面这两个是正几 正三 正三 好不好 全部的话是正八 所以算起来的话 这个是三分之八 只要你的金属算出来的话 是分数的话 基本上它的氧化素应该是不同 有正二跟正三两种 好 那第一选项 钾的氧化素是正一 因为钾是离子键 失去一个电子 绿获得一个电子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好 所以第一正确 那我们看结论 工业电子队 吸引力较大的氧化素定为负 因为电子队归它 获得电子 好 解禁工价键 它不是实际的电额 离子键是 好 那我们刚才讲 四氧化三铁的话 依据是正二正三正三 平均是三分之八 所以这个是 不是同样的 好 第一的话 k正氧化素正一 所以它选第一选项